等一下我們要實際來做 我在我們實際上環境線之前 大概看一下有關MVC架構的觀念 那早期的那個為什麼會有MVC 剛剛同學有提到MVC的架構 其實MVC架構非常的 應該是說它為了解決早期 這種程式跟HPML語法混雜的問題 所以現在慢慢未來的那個 WAVE的開發程式語言 程式設計都會遵行MVC的架構 那什麼叫MVC 就是三個縮寫 M的話是什麼呢 Model V的話是View 然後再按C的話是Controller 那實際上的關係就是底下這個 那這個概念我剛剛講過 除了WAVE上面開發之外 在APP上面開發也是遵循這個概念 那只是說你說WAVE跟APP有什麼差別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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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知道APP吧 或者APP APP APP 然後呢 基本上 其實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 我剛剛講過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們如果從事程式開發 又要有未來性 比如說你WAVE 將來呢 要是試著去思考 要把它改寫成APP 因為呢 你會發現 你不可能帶著一台Nodebook 隨時要開來看 因為主要WAVE只是ROM在PC 或Nodebook上面 比較OK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解析度關係 所以我們在設計網站的時候 一定要 就是要讓那個 統地管理物資的可以方便 但是 APP的發 APP主要不是ROM在什麼 在PC或Nodebook上 而是ROM在手機上面 所以基本上它只是說什麼 把解析度縮小 另外呢 它的操作方式也不太一樣 因為 在Nodebook上面有沒有GPS 有沒有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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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 但有些沒有 或者是一些 什麼水瓶儀 陀螺儀 或者是一些感應器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APP最大的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APP 它都會自動化 自動 自動去 比如說你要吃個東西 像很多那種 食材方便 它會先真正你 真正你現在有Fation 因為它有GPS 有GPS 你根本不是 你附近的老師 你完全不用跟他講 他已經知道你現在有Fation 然後呢 他就幫你搜尋到 你附近就有 像Google有一些簡單APP 也就是有這種功能 那設計的角度不一樣 但是實際上 都是遵循MVC的效果 那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這個的比較好處優點 就是說 你有這種觀念之後 以後分工就會非常的清楚 你是Model 你這一組 那你們就負責 是資料上面的 比如Data Base的建立 或者是 資料的搜尋 看看等等 就是交給你們這一組 V的話就是外觀 你的美工部分 或者是說你的Layout部分 就是Vue這一組去完成 對不對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那Design的時候 那個ID的開發工具 現在已經做得很好 它會把它分開來 如果你今天是Model的 你就是Model的檔案 你不會跟Vue跟Controller的檔案 混在一起 那Controller的話就是 它的程式歸程式部分 所以就會非常的清楚 你做好你的東西 我們在互相再來 compile 就是把它match在一起 看看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MVC架構的優點 那等等的話 我這邊有 模型不會有畫面相關的程式 所以模型就是模型 試圖負責畫面相關的邏輯 控制器知道某個操作必須呼叫哪一個模型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可以分開來 如果跟各位講一下 在台灣其實因為市場太小 所以你說要 本來是MVC要有三個人 對不對 現在在台灣 對就是一個人 所以一般 除非說你到那種很大很大的企業裡面去 不然的話 不用想說你要對是一個team在握 所以通常你們將來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要一個人 最好是可以重溫到尾 重溫都可以擾定的話 它是最好的 所以台式很多的MVC 一定會擴定 所以很少人可能會擴定 沒有沒有 現在新的開發環境都是很利息的 老鞋 他也比較喜歡選擇MVC 因為他一個很多 所以大家有照片 對 所以那是擴定 那是老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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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真的 像我 像我那時候 剛到那個 剛到那個 工作的時候 業界工作的時候 那我的主管 就是剛從豆豉旁邊 豆豉 可能不知道你們已經很遙遠了 沒有 豆豉大概 也在20年前 他們以前很習慣 他們不太習慣用划存 你知道 他們都用鍵盤 你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我 這都在Key指令 一定要把DOS那個模式叫出來 他們都要用鍵盤的 所以你要這樣改變真的很困難 那不是重點 可是問題最重要 你要能夠跟得上時代的變化 尤其是現在的工具的轉換率太高了 生命週期太高了 也就是你們學一個東西 一定要比別人快 才有優勢 我看這個部分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Model 2 我想這是版本的關係 那Model 2 前面有Model 1 就是Java的 JSP的版本 現在已經是Model 2的版本 那我們學 那裡面有哪一些部分 第一個就套用在Web的設計上面 試圖部分 可由網頁來實現 然後在試圖系上 資料存取或商業邏輯 由模組負責 通知器接送 接送 這個瀏覽器的請求 決定呼叫哪一個模組來處理 剛剛Model 2的概念大概這樣 然後整整的我想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它的一個流程 如果在那個Web容器上面的話 它的基本的架構大概 如畫面所示可以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從 瀏覽器就是使用者 第一個請求之後 然後在Web容器裡面 會有這三者 就是說誰做什麼 誰做什麼 那最後才是一個回應 大概有一個這樣的流程 了解一下 這剛剛有講過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實際上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最後像 你們現在在 download Eclipse的時候 記得要 download的是 有Java 1E的版本 那 其實Java 1E跟 Java SE有什麼差別 其實 這個地方 Java 1E的話 1E的話 指的是 Enterprise S S的話 指的是standard 也就是說 SE的話 比較是一般的 初階的開發人 原用的 或者是說 它是屬於 非商業用途的 一個 自由軟體 那1E的版本 那1E的版本的話 這部分是 Enterprise 是企業用的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將來 要在企業上使用 會有費用的問題 大概了解一下 那 等一下的話 我們實際上 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就是說 在 如何開發 開發 我們的環境 開發環境部分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要 先準備好 因為我們這邊開發環境 第一個 一定要ID 整個開發環境 那在 我們上個禮拜 也用到 Eclips 那Eclips 現在已經到了 多少版本 現在已經到 4.2版本 有4.3 不過 那個在 Java 1E的那個版本 好像沒有 4.3的 4.3的 Java 1E 我記得是 4.2的 4.2的 對啊 所以最少 3.6以上的版本 哪個版本 都OK 再來的話 再 Dunload JDK 我想應該每個 JDK 現在應該 也不只是6了 應該 最少 都是7的 都是7的版本 所以 這個JDK 部分的話 如果 你是用6的版本 那 ROM的程式 你可能要把它改為7 Tonpire的錄音量 改一下 不然的話 會有問題 就是 Tonpire的那個 Klux的那個 Library的路徑 6跟7 還不一樣 所以 之前我遇到一個問題 我把 我以前寫的程式 把Import進來 發現 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Library的路徑不同 6跟7的路徑 不一樣 所以要稍微做個變更 那請各位 先把 Eclipse Toncate的環境 先準備好了 另外 如果公司這邊有其他的要求 我想你們那個環境 也可以順便try一下 兩個環境都順便適應一下 這個開發環境一下 等一下的話 請各位 建立第一個 ServeLate的程式 第一個ServeLate的程式 要怎麼建立 裡面的話 我們非常的簡單 就是 產生一個 Hello 類似Hello World 反正 第一個ServeLate的程式 第一個ServeLate的程式 要怎麼建立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裡面的話 如果說 各位已經建立好的 這個 我們的開發環境 那 這邊的話 請各位 在Eclipse裡面 或者在你們的 這個環境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 什麼 在File裡面有一個New 如果你們這個環境沒有的話 我這邊有 或者是在這個Code 也可以用 那 各位可以在Eclipse裡面 先New一個什麼 一個Dynamic Wave Project 這個是第一個 那你們其他環境設定好呢 包含就是那個 Concade的部分 就是 還沒用 因為 那個 就是 公司是用排列的 那當然 如果 當然呢 因為不一定會上列 所以都知道 可是如果是用 的話 可以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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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